資訊 好 你把R打開之後呢 我們現在想要檢定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知道說這150 400 720 500 930 他算出來這個平均金額 是不是小於1000 是不是夠小對不對 為什麼你因為你現在只有抽5台 就撞5台車喔 如果你有把所有車全部撞蛋 你當然知道他的平均消費金額 是不是小於1000 但是你現在是用抽樣的 抽樣你只有抽5台車 那這5台車出來的只是540 那你竟然要宣稱我整個母體 就是所有這一款車 撞到之後他的平均 修理金額都是小於1000 都小於1000 好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齁 首先呢 先把這5輛車的修理金額 先T到我們電腦裡面 所以修理金額 可以打中文喔 好 修理金額等於C 然後總共有幾個 哪5個呢 150 400 7002 500 930 等一下可以幫我唸一下嗎 150 啊 蛤 不用不用你在這裡打就可以了 這不是算下面 對啊 你直接在這裡算就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存下來也可以 你在上面打 你如果在scrib裡面打 他也是到這裡執行 但是他會幫你存下來 好不好 不然我打scrib給你看好了 來我們可以開個新的scrib 對不對 然後我在這裡打 第一個我打修理金額 對不對 修理金額等於什麼C 現在是說 150 400 720 500 930 930 好 然後你看這次我按下run的時候 他有沒有在這裡打一號 是一樣的 那在下面打好區哪裡按 你在下面打 只要按Enter那就run 所以你可以在scrib打 跟在下面打都可以 但是scrib打的好處是我打完下次可以 可以存下來 好,不然你們在Scribble拿好了 你們可以存回去,以後就可以用了 好,修理金額我們先把它提進去 這個C是說把這些東西串在一起的意思 把150、百七、百二、500、9、30 把它串在一起 可以的,可以摳上來,然後按住就好 再按一次,按住就好 按住就好 對,一桌邊去就好,對不對 好 好,這樣 也是用到大十了,是要小心 好 按一下有沒有 好,那我現在想要知道這個平均金額 是不是遠小於一千對不對 是不是夠遠小於一千 來,很簡單喔 我只要打一個T.T.T.就可以了 好,T.T.裡面一開始呢 我先放我這個修理金額 我先把它關掉 不然它就一直要靠來靠去 好 修理金額完了之後呢 我要告訴它說 它是不是遠小於一千對不對 好,這就按一千 然後這時候就按一下RUN 哦 那它的NRF Y 應該是可以了 不舒服 等我一下喔 好 對不起,我打錯了喔 這個是要打 你要打一個MU才可以 你要打一個MU 這樣RUN才對 好,來 先看一下這裡 這還不是對的喔 你要先看一下喔 我剛剛是不是打這行 T.T.T.的修理金額 它是不是要遠小於一千對不對 可是你看這裡喔 這裡它的告訴你是 它的粗密的值 有沒有 它的真正的值 是不是不等一千 所以不太一樣嘛 如果你要小於要怎樣 還記得上禮拜 要小於要多一個 AltNative小於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這個會變成兩尾的簡定喔 所以你要再改一下齁 你要把這裡再改成 再加一行 點一下齁 然後再打一個AltNative 咦 他怎麼不會自己出來 咦 那等一下如果打錯字怎麼辦 應該可以自己出來才對 你看 打錯字 Alt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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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到顯著的小於 要誰要決定 P值可以嗎 P值要夠小 P值如果小於0. 一般我們都用0.05 你還記得嗎 0.05是幾顆星 幾顆 一顆兩顆 兩顆星對不對 0.001是三顆星 可以嗎 所以你看0.01有沒有小於0.05 有對不對 所以就有夠顯著對不對 所以這個小於0.05 可以嗎 可以嗎 0.05是 一顆星嗎 0.01其實才是一顆星吧 0.05是一顆星 0.0 對啊 講錯了 0.05是一顆星 0.01是兩顆星 0.001是三顆星 可以嗎 可以嗎 再回去看一下前面 可以在哪一頁 紅花大順 紅花大順 這裡 就這裡喔 謝謝 0.05是一顆星 0.01是兩顆星 好不好 0.001是三顆星 這樣 是嗎 應該是 好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